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 也比较多同学对于护理学是有兴趣的 Nursing的专业资格分两种 第一种是EN 登记护士 他们的起床点是15000到22000 修读年期是两年比较短 第二种是RN 注筹护士 他们的起床点是25000起开始 修读年期是三年或以上 如果在HA合下的护士学校 三年就可以毕业 如果在大专院校就可能五年到六年不等 他们两者工作性质都很相似 最大的分别就是某些医护程序 注筹护士RN是可以独立完成 而EN是需要在注筹护士监督下才可以完成 例如一些危险害物的处理 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大部分的EN 登记护士都会继续进修 会继续读一些课程中升为RN 当然RN也可能会继续进修 可能会继续进修 或者继续读达程中升为RN 而大家可能比较关系的就是 一些大专院校的修身 有什么需要注意之处 首先大家需要自己去看一些官网 看看什么特别之处 这里整合了他们关于收分的要求 除了他们对于选择科目的分数要求 大家都需要考获三级之外 他们都会有优先考虑的选修科 例如CUHK中大就会优先考虑 生物、化学、组合、科学等等的科目 即是他们在看你们五科的分数的时候 这几科就会乘以1.5或者2倍 换言之虽然他用优先考虑这个字眼 但如果你没有读相关的科目 其实入学的机会都比较低 而这么多大专院校里面 只有CUHK中大学 是没有指定的选修科的 意思是如果你是中学的时候 没有读生物科 但是你又对于护理学校很有兴趣 可以优先考虑CUHK中的选修科 其他关于大学或者不同的机构的高级文凡课程 或者学会课程的收分和学费 其实上网都可以查到 自己收集相关的数据会比较可信 这里需要帮助你们 可能留意一下 除了大专院校之外 也有不少的护士学校 也可办高级文凡课程 都可以得到你相关的专业资格 例如明岸医院、伊丽莎白医院、屯门医院 三间都是医院管理局HA 他们的修读年期就三年 专业资格就是注册护士 是唯一三间可以三年 就得到了RN资格的院校 他们的要求中英文就要level 3 而其他院校 例如人类医院或者养活医院 他们修读年期都是两年 但专业资格就会是登记护士 与此同时他们的DAC成绩要求都比较低 他们只需要5科达2级就可以申请和得到免试机会 而这么多间医院的学费都是不一样的 例如国良宏医院就会存押资助 养活医院都是免学费的 圣德拉萨医院就是Saint-Theresa Hospital 我们经常叫他的法国医院 他们就会有学费资助的 但也有一些前提的 好像是完成了两年课程才可以得到这个学费资助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些学费资助的申请要求 那就可能纳入你们的考虑条件里面 可以看一下这么多间院校的分别 例如我医院的待遇是特别好的 他是每个月除了免学费之外 在学期间两年每个月都可以申请1万2千元的经济津贴 那毕业之后他们的提供就是 可以以一个staff座在职的医院身份同时收读RM课程 他们就会安排你们类似本公读的形式 最后成为一个RM 一个注册护士 而医院管理局客户就是RM课程 而且大部分的毕业生都会直接任职该医院 当然都要经过HA整个联网的面试 这里就会跟大专院后期有点不一样 因为大专院后的毕业生就会去报HA整个联网的cluster 就是不同的分区 例如虽然你是可能在抗U读Nursing 然后你报的是港岛 你还有选择2可能是九龙 就会分派到不同的分区 朋友就是报了first choice港岛 但是派到九龙中的 即是广华医院那一边 所以这里就会是任职和读书有点分别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抗U读是一个很鼓励不断进修的行业 即是非常之多的EN 会继续进修成RN 而且也会有非常多高级文凭的RN护士 会选择去进修一些part time的Degree 而且Nursing 它是需要有多少的Dream for Work 即是病房 是需要Master资格的 例如折衫啊 可能急症室啊 这些都是需要在职的时候再读Master 才可以专业任职这些职位的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护理学是有兴趣的 可以先考虑自己的DSC估计评分 看看可以是选择大专院校 RN还是EN的院校 另外就可以考虑学费 因为不同院校的学费都不一样 例如大专院校就会申请关东 然后再想一下自己 会prefer可能修读年期 三年五年两年 那就可以自己再看看更多的资料 这里就highlight了一些 比较不一样可以注意的地方 今天关于护理系的简介就来到这里